廢哥你好 Chris 你好 今天想介紹什麼錶呢 今天我們想介紹一隻HUBOARD 很特別的型號 為什麼盒子這麼大 是不是手袋盒來的 HUBOARD 出手袋嗎 是的 因為這個型號 它跟著的盒子是一個很特別的配套 所以我特別要開箱 即是特別盒子 沒錯 跟它的錶盒子是相同的 相同的厲害 說英文 這麼厲害 開出來看看 好 它的盒子是正方形的 也挺大 我看到 我這樣形容 這個是一個 如果上面看應該是六角形 或者叫做好型 而且我看到不是純粹六角形 因為很立體的 這裡有一個面 有不同層面 我們可以用英文叫做Multi-Faceted 即是多邊角度 多面角度 好像人家的鑽石一樣 是的 OK 不如怎麼開的 廢哥 一人一邊 要兩邊 要兩邊開的 是的 1 2 3 咦 開到一邊 可以嗎 它這裡是一個 靈形 什麼形 屬於靈形 靈形 為什麼會這樣 它是一個 街磚型 街磚 哦 是的 應該跟它的錶有些關係 這個形狀 會不會呢 會不會這些元素 在錶裏面找到呢 是的 在錶裏面的 那些 它的設計靈感 是來自刺青的 這隻錶 簡直叫做刺青 是的 即是HUBO裏面 簡直叫刺青的系列 聽說特別貴一些 比一般的三針 是的 貴很多的 而且它的折扣也很少 是的 你拿著 輝哥 我拿著 描述一下錶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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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現在清了很多 是清了很多 吐刺的錶裏面 你看到 為什麼它用了這個盒 好像一個六角形六角形 但又多邊形多邊形 因為 真的留意一下 那個殼的做法 不僅是說面 描述一下 輝哥 你有沒有留意到 一般來說 是看到這個六角形 即是六邊形 沒錯 但當然又不是這樣 又有圓形 又有圓形又有零形 又有六角形 哇 這一面和這一面 完全不同 嗯 那麼 也是 然後 然後 去到 這些位置 一些可能去到 耳朵的位置 嗯 亦都是 秉存 這個 複雜 這面和這面 又不同 但是呢 全部的東西 都是在一個 就是 ceramic case 那裏 肯閣 當然是難做 你的切割 這麼多面 是啊 你的切割 好像鑽石一樣 就是鑽石不是很多面 沒錯 就是 然後它將這麼多面的鑽石 或者寶石 直接將它做了一個殼 是啊 講多一點 一般 QBO 就是快拆扣的 就是快拆扣的 是 通常是一個 就是長方形小小的一個按鈕 是 那你見到了 是 它直接變了 不是方形 因為它的設計 要跟它這個 零形 零形 它被拆開 所以下半部是一個三角形的 是 是 金屬來的 是一個按鈕 是 是 這個也有兩顆螺絲 講多一點點 裡面的設計 有沒有 不要以為這樣看 好像一隻 沒有什麼特別的標 原來 它有一隻 是 不過呢 它的鑽石 真的隱藏到 隱藏到 隱藏到好像沒有了 你看到嗎 廢哥 是不是好像沒有 押扣的 是啊 就算你摸下去 那個設計 也好像沒有 是的 為什麼呢 好像融合了 變成 又不可以說 鑽石 即是融合了在 標殼上 看到一些很細緻的螺絲 應該是有些特別的用途 是鎖住下面那層 譬如我看到一二 是一字形螺絲 這兩邊都是 兩邊是否都有 所以如果螺絲數來計 即是不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不只是十粒 是十粒 還有 旁邊還有 只是這樣看 已經有十幾粒螺絲 因為它有前後上下都有的 好的 刺青 出了名 就是在時分針那裏 不是一般的標 一支棍 或者一支針 一支劍形 什麼針也好 它整個好像網一樣 是的 你看到 輝哥 剛才不是說一個菱形嗎 是 你看到整個很大的格格網 是 你現在看到這支 原來是一支分針 分針是比時針 是 那是菱形 在頭上 塗了一個夜光的物料 夜光的箭嘴 夜光箭嘴 是 告訴你 是這樣看的 現在應該是踏十 嗯 時針 原來它下面也有一個時盤 哦 就是在 我拔到先 我幫你扭 對 你試一下拔來看看 好不好 拔來看看 你動一下那個時分針 你就知道整個運作是怎樣 是不是 輝哥 是的 再調整一下 好嗎 好 快一點好嗎 好 你就知道現在是六點 快到六點 快到六點了 六點正 好 我試一下康奧 剛才我都應用過 是 康奧那些針 雷計針就在這裡 嗯 原來呢 是去到尾 是的 那個尾擺 是的 我想也是貫徹 它全部針的同一個邏輯 是 你看到呢 零形也是整個尾 是 只是前面那裏 是游了椰光 嗯 原來不是時分 康奧針之外 下面 秒針 是 還有一個 即是分中的累計 都是用這種 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框架 也是好像 畫那些幾何圖案 刺青 是不是藝術 是呀 它本身這個刺青的 這個設計 都是一種藝術的設計 是的 不過說到一點 這一點就很重要 就不只是 殼 或者是針面 就是做了這種 這樣的 藝術的幾何線條表達 嗯 原來 輝哥 要留意一下它的 藍寶石 的鏡面 即是藍寶石的鏡面 有沒有一些側邊的角度 可以給觀眾看看 譬如 有沒有辦法在側邊的角度 可以看到藍寶石的鏡面 這個可以看到 好了 輝哥 那你會看到些甚麼呢 你要看到那些邊緣 是減掉了 亦都是按照好像 大家看看那些邊緣 它不是圓形的 不是一塊平鏡 第一 不是一塊平鏡來的 亦都不是一塊拱鏡 是的 亦都不是Double Doom 還是Single Doom 或者是Flat的鏡 基本上 它這個藍寶石 的側邊 是要切割 是的 一些多面的切割 是的 大家可以看看 為什麼它要有多面切割 原因呢 就是要配合 你可以說是Bassel 其實亦都是沒有Bassel 其實我覺得 這個亦都不可以把它理會Bassel 是整個殼 即是藍寶石和Ceramic 整個殼 是有一個連貫性 是的 無論是殼 Bassel 和水晶 都是這樣切割 嘩 真是不簡單 不過 挺有心思的 真是很有心思 很歸一 整個顏色 這顏色我這樣看下去 像是一隻灰色 是吧 像是灰色 所以標盤裏面的Inner Ring 其實都是叫做Open Dial 都可以看到 因為分針實在挺大 整個網架 所以很視乎 所以其實標盤 不需要做很大的Open Dial 其實因為它已經 一定要做一些時盤 以及這麼大的時分針 所以亦都不需要太大的Open Work 都可以覺得好像很多東西看 而且你看到整個殼 整個殼是一種灰黑色的設計 亦都用了不同的物料 如無意外 是兩個石油 配合一個Titanium 亦都是後面 輝哥 怎樣看? 嘩 透底 連鎖也是跟著這種刺青藝術 這隻是Nimittad 輝哥 限量200隻 真的不簡單 原來連鎖也是用這種三角形 像是星形 靈形 去到互相交搭 變成一些幾何動形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浪費 為甚麼呢? 它的鎖做到這麼大 不是太看到它的機心 其實它的機心 是扭空得來很漂亮的 是啊 它的機心也是扭空的 不過只不過就是 它的鎖遮住了少少視角上 是啊 兩樣都漂亮 桌子也做得漂亮 其實如果不是這麼厲害的針 其實就這樣觀賞機心 亦都是超漂亮的 輝哥 膠帶襯一個 喂輝哥 說多一點 原來它的扣也是特別扣造 又是 是嗎? 跟普通的Big Bang有甚麼不同? 你看到那個扣 一般的Big Bang那些 是不會有這樣的角位 它這個角有的 其實亦都是跟著這個 跟著那個刺青的設計 刺青的設計一樣 很有三角形 很有絕 我自己覺得 有一種寶石感 是啊 好像一些寶石方形 那些叫甚麼 就是深形的寶石 三角形 靈形的寶石 原來它的帶也是 你留意一下 原來它的帶也不是普通的一條帶 當然 這裡是有特別的 只是刺青的一個特別帶 原來它的帶的表面 你看到嗎? 都是有三角形 對 跟椅是一樣的 亦都是同一個設計風格 落到它的扣 所以 不僅是殼 帶 扣 亦都是完全 跟一般的Big Bang 是不同的 輝哥 這東西標要二十多萬 是啊 二十多萬 但是我們是 當然 我們是 我們是 還有少許 有靚架 也有個靚架 十九萬 十九萬就搞定了 十九萬 是的 已經靚折扣 十九萬 十九萬 十九萬就可以一齊拿走了 有興趣的朋友 來找阿輝哥 多謝大家